各位漫威朋友好 又是我Candy 雷文 跟大家研究一下1月31日的賽後重點報告 各位可以調教播放速度 片右上角有3點 按進去有個播放速度 如果電腦下面有個齒輪都可以調快些 希望各位盡量聽長一點片 讓它全部播放 另外有廣告可以點擊進去 盡量去看看產品有沒有吸引力 去對雷文頻道的實質支持 今天雷文之前出了4條片 雷文事前Live的成績都不錯 有很多馬迷報告有收錢 更加希望 今天出了4條片 4條有2條Q 1條第三第四 不過不失 希望在過年之前盡量找到些洗費 今天我們潘頓先生有幾隻賣的騎法 認真令人目不下級 可以說是目不下級 看看我們潘先生的結作小組 如何聽完結作小組 做完之後 全盤接納 不要說那麼多 一會兒有一場報速就離譜 雷文有時有萬報速 好像上次雷文 跟大家研究金莊令 贏馬那場 世紀超萬報速 那場是綠豆怪傑 金莊令 金莊令今天跑拉尾 綠豆怪傑 今天賺了報速 落了飛 也是跑中間回來 上次那場究竟在跑什麼 大家可以自行推斷 先講到第一場 第一場那天 淺草飛向內斜跑 撞到黃色潛艇 兩師兄弟撞到一堆 麒麟出閘就笨 欺師 再撞到紅中列馬 就失了平衡 這隻麒麟失了平衡 浩比哥出閘就笨 吹策就昂首 浩大聲輝和粵華成甲 在外檔撤入 去到千一米 浩大大一度在新威王 和浩比哥之間緊迫 殺到九百米 浩大聲輝在雙雙稍微 斜跑的活力勇士和馬上喝彩之間 受迫 殺到八百米 量化寬藤 走外疊 冒遮擋 活力勇士 八百米走外疊 冒遮擋 跑到八百米 浩大聲輝就不斷在搶口 向外斜跑 再和活力勇士 撞在一起 檢查浩大聲輝 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這場初出的姓德威風 叫做一放到底 其實這場的步速不是很快 很普通 一二三四名的馬 就是一二三四名 擺四隻 那四隻就回來了四重彩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 完全沒有改變過位置 哪隻擺出來 就順著走回來了 追得最好 就是我們其中一位最正氣的練馬師 現在不是最正氣的了 高帕薩已經提升了一級 現在最正氣的那個叫欺絲 這隻越華聖甲285倍 就在這個步速可以追到第五 即是和上次那場馬 好像大幅變身一樣 看看他如何 這場馬 紅中列馬 其實都跑得不錯 不過 又遇到這些馬 連續三場都跑第二 至於我們潘哥哥的好大大 緊頸四 說到第二場 第二場就真的要和大家欣賞一下我們潘頓的作文的能力 是吧 不能撐的 是啊 拍得住魏康 逆書 這些一級的作家 但是有人喜歡聽 是吧 小組一聽到下去 如痴如醉 是啊 你作文也挺厲害 好聽 下次再聽過吧 小組 說到第二場 不說這些都不行 小福將 撞欄那些不說 赤馬洪峰和辣德嬌出襲 大家不如看看那隻辣德嬌 看看我們波見屎哥哥 如何把這隻辣德嬌 一出襲又夠快 在三檔 但是跑了那條直路 沒多久 是扔了去三疊的 和上次文興的影片說 那個沒得頂的賀冥蓮 那隻文家梁 那隻 那隻叫什麼 一時忘了名字 總之又是那場異曲同工的寺廟 刀柏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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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柏勝勝出襲一般 盡管對他 不能夠加速 刀柏出襲慢 得賞切入 小福將出襲 無奈切入 跑到一千米 勒不嬌 收慢避開活力爆發 的後題 當時活力爆發 沒有充分帶來移入 小組譴責各倫 活力爆發一千米 已經走外跌 直路已經在那裡退 直路早段 星河轉區 將頭轉側 內閃 又不想在活力爆發後面 向外移出去 去到三百米 星河戰區移回活力爆發後題 裏面 即是不想去外面 走入 當時活力爆發 向外斜跑 跑到二百米 翠兒想在赤馬洪峰和星河戰區之間 推進 靠著赤馬洪峰後題困境 跑到一百米 勒得要收慢避開天地同心後題 當時天地同心 在吹策之下向內斜跑 小組譴責彭蓮 告解他要直線去跑 告解這些 大把東西給你告解 直線跑 要告解那些 不告解 人家跑斜少少 又說要告解 跑到一百米 是否這麼說 大家看到 多少碼 怎麼跑 那些就不去告解 人家在這裏讀小說 作文 不停聽 過到一百米 那些 向外斜跑的怪獸都市 被山山聖聖帶去外跑 靠著金剛石後題困境又收慢 當時山山聖聖在屠城 嘗試推進到的怪獸都市和都市神話 即是兩隻都市 山山聖聖在兩隻都市之間的摘毀 都市神話向外斜跑小組告解 又告解 告解周進樂要加倍小心 對座騎要有所警覺 是的 真是 沒得撐 50米 勒德嬌向內斜跑 和翠兒互相撞 翠兒推進到天地同心後題跑 沒有被力拆到終點 這隻翠兒 跑過第七 輸了兩個領馬位 被人查詢一下 我們潘頓哥哥的天意 雷文已經重新再看過一次這條片 嘩 真的跟那隻叫做什麼滑 差不多 不過他又抽出來 整程基本是沒有騎過的 不如聽一下我們潘頓 怎樣去把他的經歷 講一次給大家聽一下 看看夠不夠驚險 再聽一下小組聽完這個經歷之後 有沒有發言 那些跑斜一點就告解 對座騎要有警覺就告解 看看潘頓說什麼 給查詢一下潘頓天意 他說中段組段的步速是中等 潘頓覺得中等 如果中等步速會怎樣 他認為中等步速 領先馬在中等步速之下 最起碼都可以大到入直路 所以最好的選擇就是給座騎入直路 就取去裡面的難的位置 即是內部的幾個 他說 星河戰區入直路向外跑 他就把握機會 把天意立即在馬甲後堤裡推進 即是走去星河戰區裡面 並且對他 潘頓又說 座騎追前之後 但是又沒有位置 他認為金剛石 即是他認到那隻金剛石 即是這麼多隻不認 就認到金剛石 今天騎那些什麼大大 他認到金剛石 並認為金剛石 或者在末段會佳勢衝刺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究竟 你為什麼可以騎你自己一隻馬 又猜到那隻金剛石可以佳勢衝刺 是不是 對不對 我自己在吃那碟豬扒飯 我看見別人吃意粉 我認為旁邊那一碟意粉 應該也挺好吃的 有沒有可能的 是不是 但是小組聽完這段作文 又挺好聽的 作得是意粉更好吃 所以他被這隻天意 在赤馬洪峰的後題裡面推進 就跟著那隻金剛石 就是他的理由 他覺得金剛石可以敬勢 為什麼你會認為敬勢 現在這個問題 不知道問得有沒有道理 各位馬迷自己評 為什麼你會覺得他有敬勢 他就在赤馬洪峰裡面 跟著那隻金剛石 潘頓死不斷氣又繼續作文 他說儘管在300米的時候 在赤馬洪峰外面有個空位 但是 就是電意這個階段 已經在赤馬洪峰後題裡面 確立了跑線 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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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向外移出 是不是 如果銀去死位 一直死位 就不用抽出來 為什麼要找人騎馬 讓馬自己騎馬 你是要操控這隻馬 操控最有利的位置 一開始就說要跟著金剛石 想著金剛石會勁勢衝刺 接著又說確立了跑線 確立了跑線 就不用向外移出 他就再說 他說坐騎跑到300米 就受困了 受困的時候 又去到金剛石的後題裡面 又再緊迫了 嘩 精不精彩 精彩到無論 各位真的有空 按進去看 沒得頂的 去到200米的時候 就在金剛石 和赤馬洪峰之間 就有一個空位 即是他又見到金剛石 和赤馬洪峰之間 進一步出現了空位 但是坐騎起初 再移進去金剛石 後題裡面 就太遠了 他因而再度無法 立即佔取該區的位 即是我見到那裏有個位 但是太遠了 即是我的馬都未必過得到他 潘頓又繼續鑿下去 是不是呀 擔之煙仔 拿一支筆 和逆書一起作的 他說過到200米之後 那個空位 仍然存在 這個位仍然存在 即是有很多時間給你去 是不是 但是他就收萬座騎了 收萬座騎 就兜過金剛石的後題了 開頭又說要跟著金剛石 金剛石又說會勁勢充斥 那你幹嘛兜過去呢 跟著他就行了 是不是 前言都不對後語 並起一段短途情誠 就趨拆這隻天意 但是去到100米處的時候 金剛石和赤馬洪峰 又剛巧得這麼巧地雙雙斜跑 幾無辜啊 我們潘頓哥哥 是不是呀 真是陰功 雷文真是替你不值 搞到空位不見了 導致空位消失了 disappear 座騎恩怡就是被迫辣鼻地說 真的不值 班頓你這樣騎馬 雷文真是替你不值 是的 真是替你不值 繼而在那個途情上 持續就是受困 獸醫立即檢查怪獸都市 勒德嬌小福將活力爆發 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沒有檢查天意 小組聽完一堆 跟逆書小說拍著一樣精彩 好像魏康那些 衛斯里傳奇禁曲折離奇的文章 小組聽完 就等下買下集 這些千四步速 擺在前面走的神奇大帝 第二段又開22秒3 就賺了 反而那隻神經質的天地同心 是有少少少蝕萬步速而衝得勁 得想鬥得太愛 檔位問題 那隻以勁勢衝刺的金剛石 今天可以跑回第五了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騎什麼大大 不是說勒紋 你自己在騎那隻馬 你怎麼可以判斷到人家的馬 會勁勢衝刺 誰告訴你 是不是 不要說小組那麼專業 我們一般人都可以問 為什麼你會覺得人家會勁勢衝刺 帶你上去 你騎你自己的馬 還是騎人的馬 你的主導權在自己那裏 還是看人家的馬 是不是 聽完就算了 唉 算了 跑馬 待會還有一隻超好日子 給大家欣賞 去到第三場 開心一號 向外邪跑 左倒世紀武王 好玩 複星躍出 失題 起保無奈 盡管騎司 努力了 但是再大大 又大大 又大大 仍然向外邪跑 搞到出閘笨的岳林天下 被帶去外跑 阻擋好玩複星 以及飛金象非凡 兩隻馬都失地 第一次出賽的金象非凡 早段已經隊 但已經被馬群拋離 去到600米首次扔彎 好玩複星 走勢又笨又收慢 這場馬 一開始 你都預計了很多快馬 實際上步速是快的 45秒6 事實是真的快 所以這隻好玩複星 漏了閘之後 即是出閘的問題 再追上來 都賺了一個步速 反而顯得多多保企 在快步速之下 都能捱到 但是聽聽聽 我們今天想著他會擺頭走 那隻岳林天下 梁家俊又說什麼 就把連馬斯上問 被人查詢一下 為什麼你這隻快馬 為什麼又不快 梁家俊就說 他說今次陣上有幾隻馬 前速是不錯的 他收到一個命令 就不要起步 對岳林天下 就讓他順其自然地出閘 順其自然地出閘 順其自然地跑 是不是好像家應精英 那次在發活局那樣 下次問完 就贏了 順其自然地出閘 順其自然地去競跑 嘩 真是很天然的成份 絕對不相肌膚天然成份 佔取領先馬後面的位置 塗一些天然的Lotion 馬後面 他說 賽前認為 有呼吸問題的記錄座期 如果早段 就已經受到 對他在前面 不是 若果早段 不用對他 就已經在前面 就最好了 是不是 好像這文 我落到街之後 如果我都不用錢 就由街頭 就吃到街尾 就最好了 是不是 還有人送了包煙給我吃 又不用付錢 又去到哪一檔 都可以繼續在這裡吃 由頭吃到尾 是吧 最好的 如果不用對 就已經在前面了 就表現是最佳的了 你這樣聽下去 好像沒什麼問題 是不是 這麼多馬迷 回去前一點點 如果他覺得今場有幾隻馬前速都不錯 就是會可能快 如果可能快 那你又想著不用對 都可以擺到前面 就最好了 是不是已經又是一個矛盾的點 是不是 就是 這些這樣的文字遊戲 是不是 你又在前 都預計了有幾隻馬是快的 那你給個order 就是怎樣 如果你不用對 又可以擺到前面 就是最好的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快馬 全部都不要快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是不是 不用對就可以快 我不用帶錢包出街 就全部有人幫我找了數 最好了 他講 座騎組短 就放在部署為後的位置 是不是 你也想著不用對 放在前面就最佳 又有這麼多快馬 你也預計了在後面的 部署教後 是吧 但是走勢 部署教後是相當不俗的 那麼 梁家綜又說 坐騎直路受摧拆之後 只可以短暫地交到反應 是啊 即是刺激不夠 短暫反應 那麼 其後 在教後階段 還轉弱 連馬斯當然要上來講講話 不過講都沒有所謂的 家應精英也是這樣 是不是 今次問完 下次又不是這樣的 那麼 連馬斯容天鵬 就證實了 發出的刹騎指示 他在前預期 樂林天下 是可以在領先馬匹之後 你又預計了有這麼多快馬 預計有這麼多有前速的馬 你又預計了如果不用隊 就上去就最好 是不是 但是你又預計他可以領到馬匹 領先馬之後 即是二三位 當你是這樣 那是不是有些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 預計有幾匹快馬 全部都交不到水準呢 但是那隻馬在出閘就笨了 居了在賽前部署教為後的位置 跟著就小組聽完就 就是例牌的啦 看小說哪有得出聲的 是不是 你什麼時候跟著作者溝通的 看小說嘛 今天獸醫立即檢查樂林 天下八進 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這場步速是快的 好玩複星是賺步速 多多保企是虧的 那隻再大大 找到拉縮了 跑回我第三 一隻大大就跑第四 一隻大大就跑第三 那開心 一號呢 竟然守著下跑過第四 那 說到第四場 是不是 又說 又巧又巧 莫雷拉那隻 退出 就找莫雷拉就頂上了 是不是 那隻 那隻瘋狂快路呢 頂了回來 那怎麼知道 就遇到一個什麼 報促 那跑千六米 這就超好日子 那跑千六米呢 頭三段的時間呢 就跑了一分零九秒八出來 有時候跑四五班 如果跑千二米呢 都是跑一分九 一分十秒 那麽上下 我當你那麽上下 就是整天都看到這些時間 那究竟啊 潘頓大哥 是不是覺得 現在是跑千二啊 是不是 不知道是覺得他這場馬上 跑千二啊 還是跑千六啊 是不是記錯了賽程啊 是吧 但是沒有理由的 你一知道他起步 就知道是千六啊 那為什麼會跑那些 一分零九秒八 就好像那些 稍為四五班 那麽上下 的千二米的步速出來呢 是不是打算跑千二米 就過終點呢 那不如一會聽 又有些什麼報告聽聽 那勇敢動力 笨 撞倒超好日子後面 失平衡 綠豆怪傑 跟大友辛德 互相撞 那天父威力 就對他向外邪跑 就阻倒綠豆怪傑 那一見傾心呢 就大外檔出閘 馬群後面撤入 那這隻一見傾心 有沒有人預計他放的 應該有的 那他就是撤了進去 這隻馬都不知問過多少次了 不過今天沒有空問他 掛少了 一場馬那麼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每個都問小組 說我不用下班嗎 那些重點來問就行了 保得住在直路組段 難以望空 跑到400米 覆聲高照 耐閃 就撞倒天婦威力 後面 雙雙都沒有平衡 跑到100米 綠豆怪傑 向外邪跑 就避開超好日子的後台 當時超好日子在做什麼 在那兒退 為什麼退 一早就去參加國際賽 梁家俊的冠軍名區 和巴道的福星高照 都直路上 對坐騎馬鞍前面位置用邊 每人罰了五差夜 這兩隻馬都對馬鞍前面用邊 即是都很想交表現 這些通常阿雷雲都抹下 被查詢一下超好日子 我們潘先生的作文能力 好不好 潘頓幫這次超好日子 和逆書、魏康那些 一起作一篇文 給大家聽聽 小組聽到下去 是不是如痴如醉 潘頓就說 由於這次的步速 預期都不會快 他就跟馬主和連馬斯 收到一個命令 在十一檔 就把這次超好日子 積極地打他 打他就佔在前面的位置 潘頓就拿著筆 繼續作下去 他在一段圖程上 就把這隻超好日子 帶來裡面的馬 都很合理 是不是 克服當位 但是在1400米 就已經可以單騎領放 那麗文就說 跑1600米 頭三段的1200米 就跑了1.09秒8的時間出來 那麗文就經常看步速 那麽如果跑4班 5班的時間 完成一個1200米的時間 那麽快小小的 都是1.09秒左右 1.09秒鬆一點 我計你 那麽慢一點的 就1.10秒 那麽你 這1200米 足足比跑1.10秒的時間 那麽 但是這場是1600米來的 是不是 你是不是記錯了 今天是跑1200米還是1600米 為什麽你頭三段 跑了1200米的步速回來 你是不是認為 頭三段跑完1200米的步速 還有那400米 你都可以直領到終點 如果是的 我想超好日子 都不是在四班跑 是不是這樣說 放到這樣的步速 你是不是一個專業的騎士 如果是建習騎士 我相信馬會就會說 你根本就是未達到騎士 應該有的水平 這句 這句 潘頓繼續這樣說 佔了前面的位置 他說在一段陶程上 對這隻東西 即是超好日子 就帶來裡面那些東西 接著在1400米 就已經可以單騎領放 這裏的文章就插插嘴了 那1600米的賽程 你去到1400米 就已經是帶來了 是不是 即是你對了200米左右 那你還有1400米的陶程 給你去按 那你有沒有按到 是不是 就算我當你跑1200 你200米之後 帶來了裡面的馬 還有1000米給你去按 那個步速 但是你沒有 但是他說 坐騎組段就已經對 所以 在領先的位置之後 又搶口 還有 要花一些時間 去穩定的走勢 是不是 一些就是多少 要花時間穩定走勢 就是 我不知道他要花多少時間 是不是 潘頓又繼續作 他說超好日子 喂 過來看過來選 超好日子 喂 你們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暴大力紅 是不是 多大寶 多有力 中段 所以在領放下 是持續走勢夠強勁 就是一切的問題 就是超好日子太過暴大力紅 不是我不禁 是他太暴大力紅 再加上超好日子 可能超好日子 都以為跑千二 所以走勢又夠強勁 他說 雖然坐騎組段的步速是甚快 潘頓你也知道組段的步速甚快 通常如果組段步速甚快 有什麼情況出現 如果組段步速甚快 潘頓就說 會影響他末段的表現 你也知道 是不是 他說 但是無論如何 坐騎末段 不能夠更勢充斥 表現是令人失望 我不知道是令誰失望 你有沒有失望 還是令公眾馬迷失望 他再說 在鎮上說的 犯了什麼問題 說完了 你想馬會追問嗎 小組 沒有的 不要天真 醒醒一下 他說 他說 他賽後跟連馬斯和馬主說 超好日子的表現 可能是因為近期幾場硬薄了 不就受到影響 總之就是幾場之前的問題 或者現在賽後輸完了 考慮讓他休息 重拾一些新鮮感 連馬斯也要上去解解話 呂建威當然要支持潘頓 確認 他說 我也預期賽事步速不快 呂建威說 所以 同意這超好日子 放在較前的位置 你有沒有想過 是從頭三段1200米 跑了1200米的時間出來 還有那400米 怎麼處理 是否下跌過終點 他說 擺在前面的位置 很可能盡量去領放 他說 但是這隻馬今天是執了個不利的檔位 我們公眾馬就不知道 你執過這樣的檔位 是你也知道 因而促使他制定這個策略 就是擺前些去克服檔位 但是他認為 若然超好日子 執了個較好的檔位 在有遮擋的時候 就會更加適合發揮 現在是沒有遮擋 克服了檔位 沒有遮擋 就是不太好的發揮 我想問 你有沒有預期 我自己問 多嘴 你有沒有預期 潘頓 頭1200米 真的跑了1200米的總完成時間出來 潘頓總完成1200米的時間 最後那400米 你又沒有跟潘頓說 應該怎樣跑那400米 即是多出來 凸出來那一段 這些我設計對白 他認為 騎士潘頓賽後的建議 即是他確認 潘頓的建議給他休息是對的 當然是對 也完成任務 潘頓不騎那隻 保得住 上次跌邊那隻就贏馬 潘頓上次外檔 沒有跑過的冠軍名區 就打馬安前面 就貼一條Q 那各位 買了潘頓的超好日子 就放頭咯 他說現在 給超好日子休息了 究竟為什麼休息呢 休息呢 休後或者會對超好日子更加有利 看看什麼時候再用這隻超好日子 那獸醫立即檢查 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我認為應該就是檢查一下潘頓 是不是 潘頓 你究竟是怎樣去數秒的 是吧 究竟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跑了什麼步速出來 是吧 唉 為什麼 你選騎那隻 跑到這樣 你不騎那些 就串了Q回來 陰謀倫的事情 就各位自己判斷 就是我自己 就不會盜人迷信 是的 就是不會盜人迷信 不過兩隻 就要後上的馬 就偏偏潘頓那隻 今場 就放了個頭三段 就是1分09秒8 就是擺起平時的什麼 首飾傳奇 首飾大勝 可能已經是贏了頭馬 不過這一場是1600米來的 是吧 給我們查詢一下我們潘頓 潘頓說 又要我作文 是的 一隻字有五蚊雞 不要緊 慢慢作 潘頓說 就預計的步速就不快 是的 所以他就收到馬主 和連馬斯的指示 在十一檔出閘之後 就積極去對這個超好日子 就佔進了前面的位置 那麗文覺得 你克服的檔位 積極去前面 沒有什麼問題 上次你也是走一段 然後就走到前面 都是走掉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走出來之後 你會不會按慢 我們的冠軍騎士潘頓 會不會是跑到1200米的步速出來 潘頓 是不是 那潘頓就繼續作 他在一段屠程上 就對這隻超好日子 帶來裡面的馬 對到帶來了之後 去到1400米 就已經單騎領放 即是對了200米 還有1400米 讓你慢慢按 是不是 那如果 你放到1200米的步速 你對了200米 是不是還有1000米時間 讓你去按 然後怎樣運用步速 是不是 但是 早前坐騎 就受隊 接著 就佔取領先位置之後 超好日子 講到第五場 超好日子不見了 那疾風 那隻叫做特區聯盟也沒有了 好不好 同主 但是龍骨飛揚就贏了 唉 好像捉衣欣一樣 寶山英 起步向外邪跑 搞到電訊超班被迫 押了去延續美麗的時候立備 愚真愚假出閘又夠笨 這隻人陳家希發揮得冒得頂 撞到裡面的閘門 接著就已經在一段曹誠上 對他 但是一直對他都不能夠加速 究竟是不是撞到隻馬雲陀陀 見習近平陳家希就報告 他起初希望擺在中間 但是跑來到一千米之後 跟延續美麗互相撞 他的馬鞍就向右滑而左 令到他陷入不利的處境 不單止你陳家希不利的處境 不單止你如真如假不利的處境 買了你的馬迷 包括雷文小弟 亦都陷入了一個不利的處境 撞到個閘 接著他都沒有反應 究竟有沒有頭暈 接著被人撞一撞 馬鞍又滑埃 想不不利的處境也不行 去到九百米 如真如假馬鞍滑而塞地向內斜跑 去到六百米轉彎 一度令到特區聯盟都受到阻 獸醫立即檢查 還要發現左腿不良於痕 左前腿 寶山英在一段途程搶口昂首 越跑得大部份走外疊沒有遮擋 這隻馬都頗特別 上次擺頭又擺到第四 這次沒有遮擋 又可以撐進來 這隻馬都不知道怎麼說 賽後莫雷拉又報告 南區友 潘頓經常搶我封頭 怎麼可以 賽後報告 我莫雷拉也是一個主角 南區友在六百米開始外閃 受醫立即檢查 南區友又有很多血 同時發現左後腿有割傷 南區友要檢驗合格 才可以再次出賽 同樣在賽後史卓豐又報告 第一次角逐全天後跑道的順義保 全程走得都不夠順暢 看來不能夠應付泥地 立即檢查順義保 就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這一場的報速都頗快 1200米開到45秒左右 放頭的夢幻人生 那隻獎金大王可以捱到第四 夢幻人生也捱到第三 難怪這些馬全部都有落飛 這麼快都頂得住 新力保 之前未落班之前 就後上 接著落班擺頭 今天一轉過泥地 你守住一下就追上來贏馬 爆冷 越跑得也是爆冷 那天特區聯盟有少少被人阻 輸兩個領馬威 跑過第五 殺到第六場 美麗滿分波見市 沒有準時抵達亮相圈 罰兩差野 套譚也罰千三 越風雲出閘萬 其後無奈失題 進一步失地 開心好玩出閘 撞到極速王後面 開心好玩失了又前提提鐵 見快聯盟 又是潘頓 又是蘇寶羅 早段修曼在馬群後面 撤進去 見快聯盟 今天可能當位問題 上兩場首好位 今天又縮回去 鍾意又突出頭 鍾意又縮回去 好像一隻烏龜一樣 千二米 劍飛天 一度在非凡才子 和開心好玩之間逼 當時開心好玩 將頭轉質內閃 在這件事 劍飛天和非凡才子互相撞 非凡才子繼而搶口 以及收慢 避開極速王後題 接著後面的八勝龍也收慢 去到一千米 美麗非凡又收慢 避開好好學習 當時好好學習 都沒有充分帶來 向內移入 美麗非凡開始搶口 持續靠著好好學習 後題又困境 小組告解一下何宅堯 他說小組認為美麗非凡的走勢 令這件事加劇 但是無論如何 他在向內移入的時候 是要帶來得更遠 你看這些不小心 陣上有少少問題 就懶嚴格 胡亂騎的那些 聽完就算數了 唉 免得畫公仔畫出搶 封面打多少級 是不是這樣說 常常精彩 沒有遮擋走外疊 潘明輝表示賽後 中段沒有遮擋走外疊 內閃 常常精彩 持續內閃 難以拆棋 去到八百米 好好學習領方 下修慢昂手 走勢不順 七百米 月風雲一度 在健快聯盟 受劑逼立鼻 當時健快聯盟 一度受到 知道必勝的緊迫 知道必勝 就稍微向內 接著又向外 恢復又走回第三疊 小組告解巴道 要加倍小心 要確保裏面有足夠的競賽空間 這些真是抽得很嚴格 人家有沒有位置 怎樣 有沒有跑直線 那些就撿到正正的 西裝燙到那條嶺都沒那麼正 接著放1,600 放1,200步速 接著整個程碼在左膝右膝 又說以那隻假想敵帶我上去那些 那些就問完 人家回答完就算了 600米 非凡才子 修曼被開常常精彩後題 當時常常精彩就已經退 極速王又不見了 又前提提鐵 被人查詢一下 莫雷拉又表示劍飛天 大家都說 賽後報告的兩個主角 單左採詞都是潘頓和莫雷拉 賽後報告的主角 第一主角和第二主角 雙主角 都是莫雷拉和潘頓 劍飛天 拉叔 1200米 受擠迫 之後動作感覺不夠 算了 對 動作不算了 莫雷拉又說 儘管他對坐騎陣上的動作是有疑慮 但是都認為不至於需要收慢他 但是坐騎在中段沿途走勢又不算 他說 他立即將坐騎移到外面 趨拆他的時候 坐騎對莫雷拉的趨拆 是毫無反應的 是不是你不夠勁啊 毫無反應 因此他沒有最後200米全力去趨拆他 你都沒有反應 是不是 我哪有心機玩 任由他 他說 他在劍飛天下馬之後 注意到坐騎右後室有割傷 好彩都找到割傷 他認為這樣就是有可能令坐騎組斷受擠迫之後 動作不順的原因 立即檢查劍飛天 有後提割傷 好彩都找到些話說 好了 講到這裡 贏了馬的 美麗笑容 這一段的報酬 以這些馬來說 算是第二段晚 第三段OK的 三隻美麗 放在頭兩三隻那裏走 這一隻美麗又贏了 美場美麗又贏了 對呀 容天鵬那隻美麗日子 在雷文事前Live那裏 大家都找他過關 放快了回來 最後那一百就不到 如果不是 差不多就美麗三關了 跑第二的 就是那些什麼苗禮德 劍什麼什麼 那隻非凡才子容天鵬 劍飛天 不算 跑第三的 就是極速王 交回他的水準 比較特別的 就是好好學習 第一次上千四 接著放過時間都叫做OK 可以捱到一個第四 講到這裡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 在雷文的頻道 影片可以聽長一點 另外有廣告可以按進去 點擊進去 讓他播一會 如果不是 這個節目可能會取消 各位投票決定 會不會 會不會